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 2022年群雄逐路年度赛 175级的一个决赛 提前跟大家说的是 这场比赛最后是 一个人也没死 系统盼的 系统盼的 我也就给大家做个后边这十来回合吧 就全程也没什么意思 大家就看个结果就行了 打到67回合 最终系统盼的 双方一个人物单位也没倒地 最终 看一下最后双方是 怎么一个心理上的博弈 对面的药品消耗 是要比观众方这边大一些的 但是也够打绝杀 51回合 双方现在是人物齐全 宝宝满血 这种阵容的话 也很难去打出一个效果来吧 双方都有女儿村 也都有磁行的能力 宝哥在关键时刻也可以去抢一手一速 通过神马宝宝的一些手段 抢个一速去 磁行也没问题 现在观众方式 女儿咒识 两个大死亡在手 对面也是换出了地厅 这边女儿村 还有五个回合大死亡 咒识不多 还有六个回合的大死亡 观众万象 这也是选山那边在药品 非常缺的情况下 选择了一种强行冲刺的方式 来找机会 第一个地厅 被换金树直接反死 第二个地厅 直接吵着宙师不得就来了 有天地同兽 也就不会惧怕 观众方这边的一个换金树了 哎呦对面化生死别被反扫 女儿宙师 双双重大死亡倒地 但是观众方这边的宝宝 还比较的多 只要换一个养护 两个人物单位 直接就可以拉起来 只要化生死还在 这些都不是问题 罗汉顶起来 对面再换地厅 想要乘胜追击 对面又是换地厅 想要继续追击 疯女儿的特戒 因为很多小伙伴 不喜欢看这种 打到最后一个人没死 所以我也就提前 跟大家说一声 人家不想看的 就直接关掉就行了 不要浪费人家的时间 化生死活一口女儿 直接满血了 这一波下来 可以消耗一下 观众方这边的药品 龙三魔王 输出也是依旧 非常的高 现在打一些群雄的比赛 就像这种五宝林 魔王加注式了 是绝对的主力阵容 打五神坛的时候 淘汰赛 会差一些 这种阵容的上场概率 会差一些 因为五神坛决赛 它是一个两个小时的比赛 群雄逐鹿 它是一个半小时的比赛 你不要小瞧这半个小时 这半个小时 如果没有赌秒的话 如果有赌秒的话 因为咱们做的视频 一般都是没赌秒的 录像 如果是有赌秒的话 能打到15到20回合 这15到20回合 可能你就像现在雪山的药 再多半个小时 它这个药都不够 观众方这边也是一样 再多半个小时 药都不够用 所以五神坛 淘汰赛的时候 五神坛淘汰赛的时候 两个小时的比赛 上这套阵容的 比群雄是要少一些 但是也还有 少归少 但是也还有 女儿直接偷酒 来一把金钦 稳得很 一手落花成云 给到对面 女儿提前控一下 打蓝盘四 给观众方画生子 再来一手偷龙转动 不让你活这口血 观众方这边 再上一把九番清廉 还在防对面的一些 杀人宝宝 就细节做到极致 雪山那边 这也是他整场比赛 一个最大的机会 就是这一波 没把观众方推掉 就我哪怕推不掉你 珍宝格 对面 也可以把观众方的药品 拉到跟对面 差不多的一个近地 不然观众方明显 刚才的药品 是要比对面多一些的 那这一波打下来 差不多了 因为观众方这边 还得吃一些药 看起帽帽 在控 武装官的生命之拳 也走起了 我一波有光辉 还是防一些高宫宝宝 现在的比赛 越来越不好做了 没办法 现在大环境 就这么个环境 版本就是这么个版本 对面武装 被弄死 占敌加起 观众方这边 想要进行一波防守反击 尽量给上 对面也是用人去当配速 配化生死的速度 给武装护上这口血 那女儿算 应该是扛不住了 如果被观众方 这么点杀的话 对战方的药品 消耗又要大很多 双方也没有大唐 配地府 这种顶级的 绝杀强兽 大唐配地府 一个挂小死 一个来巨线 对吧 没有这种 只能是硬号 只能是硬号 谁也推不掉谁 1.0元 1.0元 2.0元 5.0元 周时的0元 有点多 对战方这0元 也不少 盘斯 5.0元呢 盘斯带的什么 不对 盘斯带的啥 富仙珠丝 以及 金兽云尺 那你进药呀 对吧 观众方化生死 还有12个药呢 难道对战方 已经是进过 观众方化生死的 药 8.8.6.4 7.8.5.6 不对 总共现在大家得了 7.0元 对战方 盘斯就是拼死拼活 你也最多 进 2.0元的药 好像也 也 也不多呀 那还是可以 进化生死的药 那盘斯数力 还5.0元呢 现在总共 才给了7点 他能进几个药 哎呦 这几波 对战方有点难过了 手里的药 着实是有点扛不住 火药加武装 一人就剩下一个药了 我看一下 观众方盘斯带的是啥吧 盘斯带的也是 附仙珠丝 也是可以进药的 那也就是说 对战方女儿村 应该是被禁过药 因为这场比赛 前面我也没看 右上边我也没看 女儿村如果被禁了 三次的话 那女儿村手里 就一个药都没了 摇灵灯 对面盘斯带的 附仙珠是不用的呀 这个就很离谱了 哎呦 这一波秒下来 打到现在 我感觉 宝格这能赢呀 死了 哦 死好了 好盘斯 没套中 进聊 继续给女儿 就压女儿村 别人不管了 能压一个就行 但压一个容易被强拉起来 对面多少还是要留点九转的 你看这普陀武装就剩下一个药 有可能这一个药 他都是九转啊 对不对 对面化生死 以及普陀山都是可以用技能去拉人的 人解普陀 把禁聊解掉 洛乱化成年 洛乱化成年 在空化生死 先活好普陀山 不着急拉女儿 因为65回合才到了绝杀时刻 现在还早 不着急 还有两个回合 忍住 一定要忍住 到了绝杀时刻啊 咱们的边框 就会变成一个红色的啊 闪光闪光的红色 对面化生死 拉起女儿村 直接换了个地厅 关长方这边 现在也得防啊 这个时候不得不防 打针 给武装 战敌加起 队长方 也想搏一搏 又起环境术了 就加了一把战敌 好像也 也无所谓啊 罗汉 先防守 那这地厅 白给了 那这 战敌你多余加呀 那还有什么意义 还不如不加呢 那女儿 不如起个枝 坐下防守呢 来 山猫 铁豹 我有紧箍兽的女儿 应该是 没了 来 65个回合 边框 边成了 红色 这一回合结束 场上 哪一方 有人物单位 倒地 哪一方就输了 这个比赛 它是65个回合 或者是 一个半小时 65个回合 进入绝杀时刻 如果打到 一个半小时 双方还是 在回合结束的时候 没人倒地 那 最长一个半小时 比赛 自动进入 系统判决 时间 对面 也是在 最后时刻 用归宿 拉起了 女儿村 女儿 载出一个地厅 观战皇 换地厅 观战皇 起罗汉 战敌 加起 天敌 铜兽 保一下 有罗汉的情况下 算了 咱们不说了 这地厅 直接被 一鞭子 抽死了 那 这个回合结束 对面的 女儿 还有没有九转 还有没有九转 哎呦 化生死 还有九转 怪战皇 被判了胜利 对面化生死 这个宝宝 对我这化生死 手里留了 三把九转 也是真的巧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